那我们已经进到埃破月 从礼拜五晚上 我也觉得神为什么我们一直 因为我们是一个先知性的教会 每一件事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神在向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仍然觉得神为什么让牧师确诊呢 而且奇妙是我们两个其中只有一个人确诊 没有 我没有确诊 牧师就说了 他每天 这个确诊的每一天都在上 跟着我们所有线上 各样的聚会都是线上线上 他终于明白了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的感觉 他终于发现 我们的聚会都只针对实体 都没有顾到线上的弟兄姊妹 现在的弟兄姊妹 牧师非常了解你 我们有这样的镜头 有时候我们喊得很大声很激烈 在线上很吵 都没有办法 牧师深深的明白 我们要做媒体 根本让我们弟兄姊妹 很想转台的 因为我们的媒体 真的没有办法 你们直到现在 还在现在跟从 真的是神有伟大的生命 在你们身上 行命非常的好 所以神可能让牧师监察 还是在线上 所以他可以再看一次 然后了解 我觉得神真的非常奇妙 牧师的身体都很轻很轻 几乎没有什么 就是前两天 最不舒服前两天 有轻微发烧 后来喉咙痛也一下子就好了 鼻水也走过 流鼻水也一下都好了 所以看见神给大家 为牧师来祷告 那我们这周进到爱破月 从礼拜五 你看礼拜五晚上 哇 我们秦宇如我真的告诉大家 圣灵极大的造访 每一个人都遇见神 可是在线上 一点都没有办法感觉到 礼拜五你在线上的举手 你们觉得呢 亚金觉得呢 大家还觉得不错 就是 你就比较难 很难做到 可是礼拜五 圣灵真的做很大的工作 很多人都遇见主 都被神造访 在实体里面 可是线上又没有办法 那么大的感受到 有一点就觉得有点可惜 那这些呢 真的是 我们看看神怎么帮助我们 因为神让我们提醒我们 就是要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在这方面 是能够有突破 所以弟兄姊妹持续为我们祷告 那我们进入到爱破月 就是狮子在我们里面 那个犹大的狮子 在你的里面兴起 所以你不再被各样的事情压制 你会起来怒 大火 他就 那个困难就 退去了 就让神在你里面 有这个犹大师子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你可以 持续的向前迈进 那这个 从7月29号那天 到8月21日 这个就是西缅的月份 西缅是什么字呢 Shab Shab 西缅这个字就是听见 丽雅呢 她生了这个孩子 然后她说 神听了我的苦情 所以我要给她取名叫听见 就是神听见我的祷告 听见我的苦情 所以Shab 这个字 就是聆听 所以我们也进到聆听的月份 弟兄姊妹这个月 神会 你的矫正气宽 就是聆听 你要听谁的声音 而且你要听的是神的声音 神的话语 然后呢 你要把它宣告出来 所以你听见神的声音 宣告出来的话 就大有能力在物质界里面 打破所有的拦阻 例如你感觉你自己很软弱 那神跟你讲 你是大能的勇士 你就要说 我是大能的勇士 宣告 来 我是大能的勇士 Amen 然后呢 一切的沮丧灰心 就会 那个推开 因此 对不起 我又 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其实是 听得见神的声音的 你跟你旁边说 我听得见神的声音 爱破月非常重要 因为爱破月的九号 是以色列百姓 人生最大的困境 爱破月九号 那时候 以色列 出埃及 他们走到了 快要到 进迦南美帝的门口 可是因为 有十个探子 在那里说 好可怕 这个地方不好 只有两个探子 在那边说 这是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帝 因着十个探子 讲了那些话 所以 以色列百姓 在那一天 就全部 就重新走四十年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 我们称这一天 就是叫做 以色列的最低的 叫做 最狭窄的之地 所以 也就是说 你现在正处在 狭窄之地 那狭窄之地呢 我们第一 有同工看见 他是好像那个无限 无限 你狭窄 其实是进入一个无限的 无限神 无限可能 无限的供应的一个开始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困难狭窄之地 不要灰心 这个月 神来矫正 矫正我们的属灵听力 你要看 你的听的声音 是不是从你物质界的手 我看 你要看听神的声音 然后来宣告你的环境 就能够开路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 留心听 这一个月份 西缅 西缅的月份 我们真的来发展 我们的属灵纪律 以至于能够得胜这些困境 好 所以 聆听神的声音 今天我们要来教导 大家怎么样 来聆听神的声音 而且呢 约尔 是一个 我们不要讲先知性教会 就是 我们其实五重直视 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来到约尔的弟兄姊妹 你都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你相信吗 每一个人 你从来没有听过神声音的 举手 真的 来举手一下 你一个 来 还有吗 从来没有听过的 举手 两个 你跟你旁边说 不可能 为什么 不然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 因为神说 我的羊 听得见我的声音 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你不会信主 你以为你那么容易信主 你没有那么容易信主的 我们是因为心里面 被一个声音带着我们 可是你不知道 你跟我以前一样 你不知道那是神在说话的声音 因为神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但是 我们要来学习 怎么样来聆听 因为你其实 每天很多人讲话 可是聆听神 神说话常常不是 两点起 这样你就怕死 他不是这样 他是在你心里面说话 所以你不知道那是 神在说话 你以为是你自己 乱想 心里自言自语 不是的 所以 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聆听 神的声音 所以 听神的声音 不是一个超自然 不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那是神的儿女 固有的特质 你跟旁边说 我一定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好 我们问一下 你觉得信主的人 跟不信主的人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有没有神 他们也有神 礼拜天 他们去没有我们去教会而已 差别在哪里 你们觉得 答案告诉你 就是信主的人 他跟耶稣基督 有一对一的关系 不信主的人 跟耶稣 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怎么叫做 一对一的关系 你跟你的配偶 有一对一的关系 是你会跟他讲话 你会跟他聊天 如果你们两个 只有一个人讲话 另外一个人 连恨 都没有的 你觉得是什么 植物人 过去我们这种婚服的时候 有一对介绍他们的关系 他的太太觉得 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 就是一个护士 跟一个植物人 因为他先生都不讲话 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说话的神 你信主的人 最跟不信主的人 最大的差别是 你跟耶稣有 有关系 而且有一对一 什么叫一对一 你会跟他讲话 那有没有可能 你一直讲 你一直讲 你从来 没有听他讲 因为你每次都报告 耶稣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这个 请你清单 去帮我 你如果都这样 你从来就没有机会 要来听听耶稣怎么讲 为什么需要跟 耶稣有一对一的关系呢 例如找工作 找工作 不信主的人会怎么样 收集资料 然后做评估 怎么哪一个工作适合我 做出最好的决定 可是基督徒找工作 一样会收集资料 但是会做一件事 会做什么事 会祷告 问神 神啊 到底 你的心意是什么 我评估起来 好像这个对我比较好 可是 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的工作 是比较适合我 所以呢 这个基督徒 他就会来问神 然后让神来帮助你 做决定 你觉得 你的工作 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司 一年以后不会倒闭 你不知道 为什么需要帮助 神帮助你 你要寻求他 他帮你做决定 因为常常 你不知道后面的事 但是 上帝 是知道的 所以 你也不会知道说 这家公司 将来怎么样 你都不会知道 但是 如果你问神 然后神会帮助你 做清楚的决定 正确的决定 所以 是不是让神 帮你做决定比较好 找老婆也是这样 不要自己 眼目的情意 看到谁漂亮 就娶 娶回来 不一定合适你 所以你要问神 很重要 寻求神的带领 如果你认为 神从来不对人说话 那我要为你感到遗憾 因为 你跟神有一对一的关系 可是你 他都不跟你说 不说话 你觉得神从来 不像你说话的举手 他跟你有一对一的关系 然后都不像你说话 那你跟他关系 是很奇怪的 所以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 我们一起来读 约安福音第十章 一到十一节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 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 都是贼 是抢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炒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需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好 这里 耶稣说 他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那如果耶稣说 他是好牧人 那到 撒旦就是谁 贼 耶稣说 他是 他自己是好牧人 所以 对比下来 撒旦就是那个贼 所以当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进羊卷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 强盗 所以对比下来 撒旦 他就是那个贼 要脱窃我们的生命 好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 牧羊人 那 开门的给他开门 羊也怎么样 来再听讲一遍 羊也怎么样 听谁的声音 牧人的声音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是不是讲说 羊也领受 牧人的感动 是不是 不是哦 他是说 羊也 听他的声音 跟你旁边说 听他的声音 所以 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羊是会听见 耶稣的声音的 因为耶稣就是那位 好牧人 你是不是主的羊 还不是的 我现在带你 接受耶稣成为 你个人的救主 你就是主的羊 你一定 听得见神的声音 你还是觉得 你听不见了 举手 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通通听见了 没有 你至少这里要知道 你听得见 等一下我们就会帮助你 你今天一定会学习到 怎么听得见神的声音 所以听他的声音 不是 不是 从他领受感动 是听见声音 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神学 我们读神学院就说 因为害怕 你领很多假先知 马上说我听见什么 因为害怕 然后就认为 神已经不再说话 圣经都完整了 神就不再说话了 认为神试下圣经以后呢 就决定 够了 你们就读圣经 就知道你人生应该做的事了 上帝脆腸 上帝不再说话 这是错误的神学 跟你旁边说错误的神学 所以你不要被这个影响 你被这个影响 你会失去很多福分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定要从圣经 圣经说你要 说羊也听他的声音 而且他按着 按着你的名 叫你 兄姊妹 你今天信主是因为 耶稣按着你的名 叫你进到羊圈 或者你进不来呢 很多人 你旁边的很多人传福音嘛 为什么你进得来 因为 耶稣按着你的名 叫你的时候 你听见他的声音了 你就莫名其妙就走进来了 这不是偶然 这是上帝特别的拣选 而且主用他的声音 呼叫你 把你拧进来 圣经说 因为羊跟着他 因为认得 他的声音 你是认得 耶稣的声音的 虽然你不知道他是谁 虽然你要信主之前 你其实不知道 可是你会被牵引 就是说好像需要来 好像 好像就需要来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以前我们 人家传福音给我们 要传好久 要铺桥铺好久 现在老实说 幸福小组还有一点久 现在传福音真的很快了 很快了 不用八周了 马上讲一讲 那我要可以收洗吗 马上 因为神在末后的世代 已经非常快速 要让得救的人数满足 所以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生命 所以好牧人就是谁 耶稣 所以是耶稣 是耶稣说的 我们继续来看 犹太人 圣经 其实这段的圣经 后面 因为我只读到十一节 后面的圣经讲了 犹太人跟外邦文 要合为一群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 耶稣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不是这圈 就是犹太人的圈里面 就表示说 这里指的是 另外有羊是 外邦人 而且他是对犹太人说的 说 你们要知道 我另外有羊 不在这个圈 那个另外的羊是谁 谁是外邦人 我们 而且还是大群 还是大群 我们大多数都是外邦人 神把我 耶稣把我们牵引 进着羊圈 所以呢 我们也做主的羊 所以你现在也是主的羊 你会不会听他的声音 会 你说我们外邦人 我们全部都外邦人 我们都是 不是犹太人 然后一起宣告 我是主的羊 我要听耶稣的声音 阿们 就是圣经说 他们也要 他们也要 就是我们也要 听他的声音 所以我们绝对能够听见神 神主说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外邦人跟犹太人 要合为一群 我们都要一起听神的声音 所以27节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弟兄姊妹 我们都听得见神的声音 如果到讲到现在 神的话这么清楚 这是耶稣讲的 圣经里面是红字 红字代表这是耶稣讲的话 这不是我自己讲的 是耶稣讲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声音 而且一定听得见他的声音 阿们 你现在决定 你觉得你听得见神声音了 举手 都要举手了 都要举手 都没有 没有 继续 让你知道 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听得见他的声音 然后耶稣是牧羊人 你有没有跟随他 你有没有跟着牧羊人走 你是听了 你是跟着牧羊人 还是听盗贼的 每一天有 你很多声音的 网路也很多声音 对不对 听了盗贼会很累 因为他会盗贼到处 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方法 要你在你人生的日子 那你到底有没有跟 这个耶稣这位牧羊人 你有跟随他 好吗 好 那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们要来教大家注意 今天先教大家 聆听神声音的三件事 就是帮助我们 有一点观念的调整 好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好 首先 聆听神的声音 是一个先天的能力 跟你旁边说 这是先天的 我们今天 你耳朵听见声音 是不是先天的 有没有装束金器 因为你本来就会听嘛 除非你 那个生下来就耳聋的 生下耳聋 装束金器也没用 因为 就没有任何可以接收嘛 所以 聆听神的声音 是先天的 是固有的 是内见的 本来这里面就内见 然后会有一个直觉系统 是一个本能 为什么 因为神是说话的神 今天为什么 神还蛮爱讲话的 你看整本圣经都神讲的嘛 所以神是说话的神 为什么你会有能力 听见神的声音呢 为什么 我说我们听先知来 我好高兴哦 你听了见神的声音 可是你忘记 你也有能力听了见神的声音 为什么 你会有能力 因为我们是按着 神的形象造的 神是说话的神 所以我们也会说话 而且呢 神听了会沟通 你也会沟通 神创造你的时候 就赐给你沟通的能力 为什么要赐给你沟通的能力啊 因为神想跟我们沟通啊 神最喜欢跟人沟通 你说狗 动物会不会有沟通 会 可是 跟你的沟通 跟跟狗的沟通 你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 有些时候 动物的沟通 跟 因为动物没有神的形象 神创造人 仍有神的形象啊 过去 有一个 好像就是人家在做那个 鲸鱼的那个游戏 后来呢 就是说他听了见 鲸鱼在讲话 然后就录影 然后问他 人家问他说 那你觉得那只鲸鱼在讲什么 他说他在讲他好孤单 然后大家还是想给他 丢鸡蛋说 其实是你好孤单 你其实动物没有沟通能力啊 他无法学习语言 虽然你有时候了解 可是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只有人 上帝创造人 可以跟神来沟通啊 所以因为动物不是按神形象造的 我们才是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所以你跟你旁边讲说 我天生就会听见神的声音 你讲这个有没有觉得很虚 不会喔 对应该不会 因为你们刚跟我讲 你们一定觉得 哪有可能哪有可能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 既然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你会 你有这个潜能 你有 你本来就有了 只是你没把它挖掘出来 第二个 听神的声音是需要学习的 跟旁边说我需要学习 我需要学习 就好像小孩子 他天生会讲话 可是需不需要学习 要学习 有沟通能力需要学习 小孩子需要学习怎么样的智慧 他不能这样 那不是这样狗吗 每次这样叫吗 这个学习智慧 学习怎么表达 学习文化 学习语言 学习该怎么说 什么时候说 所以聆听神的声音 你要学习怎么听 然后怎么样表达 因为如果你 小孩子你们不教他 就会怎样呢 今天你们 我们如果开一个 教大家怎么祷告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啊 你会来学习怎么祷告吗 祷告要学习啊 对不对 可是教你怎么聆听神的声音 你说 很奇怪哦 神又没有跟我讲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聆听神的声音 是祷告的一个部分 我跟上帝讲话 然后听神跟我讲话 这也是祷告啊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祷告 只有都你跟上帝 报告事项 报告完就再见 神要告诉你 你就走了 你就不听了 所以聆听神的声音 是祷告的一部分 好 所以神想要的祷告 不是一个单向 祂不是替你办事的神 祂是神 祂要告诉你 所以祷告是彼此的沟通 好像父亲跟儿女之间的沟通 聆听神也不是倚靠知识 倚靠知识 这个知识是什么 也不是倚靠你的智慧 你只是需要学习 像小孩一样 所以呢 虽然是天生的聆听神 也是要学习来的 那例如 我有一个 没有坐进去 例如如果你不学习 你知道吗 不学习 小孩子有时候看到 一个很胖的人 就马上 哎哟 你长得好胖 你知道他会背怎么样 你大人赶快旁边说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你需要教导他 看到很胖的人 不可以这样表达 那有些时候 这个真的是 牧师以前很胖的时候 真的是 有点难过 那时候 那个 他的子女 看到 那个电视的相扑 不是相扑都重创 然后就说 九九九就在里面 牧师这边没有难过 好难过 然后呢 那个 你没有教导的话 你看到一个老奶奶 小孩就会说 老奶奶你怎么看着那么老 我就问他 老奶奶你几岁啊 可不可以问老奶奶几岁 不能问 因为已经够老 不能问了 你只能说你永远18岁 永远28岁 他说这样不真实 是不是要学习 我们很多时候是要学习的 这也就是学习 好 听见 是我们要看大家 我们首先先了解 上次以前我讲到讲过 有四种听见神的声音 为什么你觉得你听不见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神讲话 有这四种 第一种的方式 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以前就觉得 我不会听 我很喜欢先知 来跟我们讲话 我不知道我听得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没有听见声音 他们都会看画面 他们都说他听见什么 我都听不见了 我也看不到画面 所以我都觉得 我听不见神的声音 你可能跟我一样 然后这里讲到 第一种人叫做 no no 就是他听不见 看不见 可是他就是知道 他一讲的时候 我就说 对 我属于这个 我其实听不见 看不见 可是我就是知道 我就是知道 里面就有一个直觉 可是连那个知道 我也不觉得我是知道 因为 我觉得 因为那个是自然天生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知道 很多时候我就是知道 好 你属于这种 跟我一样的会不会少 哇 好几个好几个 你就是知道 第二种 就是你会看见异象 你会看到画面 就在祷告的时候 就会出现图画 突变漫画 有一些人是这样 以前我在 24小时祷告中心祷告的时候 都有一个祷告宣教士 每次看我进来 跪着他们祷告 他就会来说 哦 师母 我看到什么画面 什么画面 他一讲讲 20分钟 他可以看20分钟的画面 好像漫画一直讲 我看到什么画面 什么画面 我说真的吗 我怎么都看不见 因为这样的人 他是什么 他是看见的人 他是一个先见者 然后你属于会看到画面的举手 哇 我们当中也很多 你每一样都有 第三个来 那你是先知 好 第三个人会听见 这个听见就是心里会听见声音 不是耳朵听见声音 是心里会听见声音 你其实知道 你有听见 你会听见 刚刚神说 你心里面 有一些字出来 你现在知道 你听见神说话 你会听见神说话 从心里面对你说话的 举手 好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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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听见者非常多 好 第四种就是感受 你看我们感受 比如说莫名其妙都流泪 就甚至有着突然就 那个情绪来就趴下来 感受到神的情绪 那之前你就会觉得 这是要做怪怪代导者 因为他的表达 跟我们过去的人不太一样 可是其实 后来才知道 这样人是他很容易 感受到神的情绪 然后他会表达出来 这四种 好 第四种 你是第四种的举手 哇 好多 我们当中也好多 所以我们需要 接纳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第四种你就没有 就你只有三个 那还没到先知 因为四个 好 这四个 后来我 这个是我去背首的时候 那个一个先知团队 他们讲了 我才知道 原来 我的听见神的声音的方式 就是邻里直觉的 知道 好 刚刚这四种 你都没有了 举手 所以都听见神的声音了 感谢赞美神 好 听神的声音是需要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是 听神的声音需要操练 虽然这个能力是天生的 虽然要学习 学习完了就要操练 就要练习 因为如果不练习呢 就像我刚讲的 就是你要练习 练习才不会看到胖子 就是说你好胖 看到老人家就说 你到底几岁 然后就不合一的表达 所以需要练习 然后沟通的技巧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了 需要来练习 好 那 有一些理论 这本书 这本书 这个 魏勒 德 他讲到上帝的声音 他里面提到有一些 不合一的理论 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很多的不合一 所以你会有错谬的观念 揽住你不想要听神的声音 例如他教说有人在讲说 一分钟说一 上帝一分钟说一次 你会插死 一下又讲了 然后他说说 这个人就自称 他听见上帝的声音 从头到晚 一天24小时 请问24小时几分钟 再乘以60秒 60分钟 一分钟 一小时 60分钟对不对 24小时再几分钟 所以上帝一天跟他讲 一千四百多次 然后他说因为 他说刚刚去餐厅吃饭 刚刚神跟我说要加盐巴 这个需要讲吗 那你就自己加就好了 这不用讲 就尝试嘛 你想加就加 所以兄姊妹 那时候读我这样 你就会觉得 没有啊 我一天都很难听的一次 所以这个理论 如果是这个理论 也不是适合的理论 好 第二有人听神的声音 我实在不知道 神的声音 神跟我真不知道 神要跟我讲什么 圣经一打开 指一下 看是现在指哪里就是 神要跟我讲的话 请问你有做过这种事的取手 诚实讲我做过 跟旁边讲不要玩这个 因为你真的是乱指 然后觉得又不太对 就重来再指 有没有 你都是这样 其实你自己在当领美 在这个 好像要自己找一个答案 然后第三个 这个 也就是说 不管你做任何决定 都是神的旨意 这个也不是属神的 你做任何决定 都是神的旨意 你干嘛要寻求神 其实不是的 就是我们要学习 怎么慢慢 来跟神互动 来听神的声音 然后做正确的决定 所以 兄弟们 那个 我是主的羊 圣经并没有说 我的牧羊人听我的声音 是谁听谁的声音 我们听牧羊人的声音 所以呢 主说我的羊 是因为主要跟你讲话 所以主我的羊 听主的声音 我们都是主的羊 天生你就会听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来听神的声音 我们盼望今天 来听见学习 如果听神的声音 那我会请我们 先知团队两个人 来分享一下 他们怎么样听神的声音 好 先请 你们两个谁先 来 你们两个都上来 我们先知团队 他们怎么听神的声音 其实文宁原来 我也不知道 他会听神的声音 他原来聘他来是做会计 做会计呢 那时候到约尔呢 没那么多战可做 他问我他干嘛 我说你去祷告 每次去祷告 你把你领受什么告诉我 他乖乖的每次去祷告室 就祷告一小时 就把他领受告诉我 就这样 就上来 后来 后来 为什么觉得 慢慢 觉得神有跟他讲话 因为有一次 我们在楼上 那个 美术馆的楼上 五楼 五楼 那时候还在五楼 后来退租了 到一楼 退租完 后来我们也祷告 他说师母 我感觉那个房东 很怨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事得罪他 我说这样 那我们赶快打电话给我们中间的一个介绍人的跟他讲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对不起他 他很怨我们 结果那个人跟他讲 他说神真是替我们替他申冤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退租就退租了 我们不知道退租要缴水电费要去结清 我们就没有管这件事 然后过一个月他收到水电费这么多 然后他又是基督徒 又不好意思跟教会讲 他就会觉得这个教会怎么样 而且这么不会做人 原来神就告诉我们 我们告诉他说神替他申冤 无数我们赶快补教 是因为无知 不是故意补教 从来讲 因为我觉得很奇妙 来我请 他们两个你们看谁先讲 我先讲 我要讲就是说 我怎么发现我自己有先知性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发现 我觉得我是因为信主之后 我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上养育班 所以我就有学树林笔记的习惯 然后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我有时候写写写 或写一些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事情 可是就写得很自然 然后或者在祷告的时候 就像刚才师母讲那个状况 可是我并不知道是先知性 那主要是说在教会里面 我们开始操练 我觉得牧师师母他们开放很多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操练 不管是从代祷学校 要先知性的侍奉 然后一点一滴从失败跟错误当中 然后不断的练习 然后除了领受 我觉得神在调整我的态度 还有我的表达方式 跟自我中心的坚持 那我觉得从刚开始的是被交派 到后来呢 我自己很享受跟团队在一起 不管是我们的代祷的团队 或者是我们先知性的团队 那教会 牧师师母也帮助我 用先知性来做牧养 或者是做教导跟传福音 这个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 因为我过去常常看得见别人的优点 看不到自己的优点 所以我就会去穿别人的盔甲 然后呢 后来呢 神就慢慢地让我看见 原来我是有优点的 那我就学习 接纳自己 欣赏自己 然后不退缩 然后也穿上神给我的盔甲 那我那时候在读经的时候 我领受一个经文 就是加大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他这里讲到说 我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呢 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我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我就觉得 我突然就通了 我就觉得 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所以我也是上帝的朋友 那如果是朋友 对我来讲就很容易就是 像朋友这样子可以对话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 我跟上帝可以对话 好 那我要分享的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 先制性对我生命的影响 我开始服事之后 我要讲一下 我是2020年4月的时候 我4月的时候呢 发现我有假抗 那个时候 我的生命好像 信到一个狭窄之地 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因为我服事神 然后也做各样的事情 然后我感觉我很努力 可是怎么会得到 假装现抗净 我就安静下来 神只跟我讲一件事情 神跟我讲说 孩子你在服事谁 你在服事你生命中的 自卑跟恐惧 还是你选择要来服事我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神 为什么会这样跟我讲 我觉得这次我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后来呢 我就安静下来 我就问我自己 我到底在服事谁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神就让我想起 我是因为鬼发作信主的 就让我想起 他对我的爱 然后就让我想起 为什么我想 我离开职场 然后进到教会 想要全职来服事 我那个时候只跟神 讲一件事就是说 神那你既然拯救了我 我的一生就是你的 所以我就跟神 做个回应说 主啊不管我这一生如何 我就是单单地来服事你 因为是你救了我 我的一生就是你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就不断地兼顾我 在我生命中的狭窄之地 然后2020年12月的时候 我爸爸回天家了 他是在睡梦中回天家的 这件事呢 也造成我很大的 惊吓跟恐惧 因为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神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说 孩子 因为我爸爸信主了 我爸爸79岁的时候 因为在生病的患难中 后来他信主了 然后他是 神又给了他五年的授数 所以他到84岁的时候 在睡梦中离开的 然后 我其实没有办法 面对失去我的爸爸 虽然我离开台北11年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面对 爸爸这样突然走掉 后来神就跟我讲说 孩子你知道吗 你爸爸是一个艺人 虽然在你妈妈的眼中 他在情感 他的情感背叛了你的妈妈 甚至你们感觉 你的爸爸对这个家 没有尽责 没有负责任 但是他信主之后 他就是一个艺人 所以我让他在睡梦中 安安稳稳地走了 因为他在我的眼中 是一个艺人 所以我就非常感动 当神跟我讲 原来在神的眼中 我爸爸是一个艺人 他涂抹掉我爸爸所有 过去他人生中 一切的错误 或者是一切的过犯 在睡梦中 接走了我的爸爸 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分享这个部分 我妈妈听我讲完之后 她跟我讲说 她也想要信耶稣 我就看见神 一次一次地把我 从狭窄之地带出来 然后我觉得到今年 今年7月17号 我的假抗已经 去年减药一次 因为有复发的几率提升 所以药又加回来 然后去年也让我觉得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每天这样吃药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那今年我又减药了六个月 可是到7月17号 去看报告的时候 我的指数 复发指数还是偏高 所以医生的决定就是 药药加回去 我听了之后 我其实一路哭着 想要走回去 我就跟我先生说 你抱抱我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快崩溃了 我不知道我吃药药到什么时候 后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问神说 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 神就跟我讲了 这两句话 神就跟我讲了 民宿记13章30节 他跟我讲说呢 迦勒在摩西面前 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 我们足能得胜 然后呢 他又跟我讲了 民宿记14章第9节 他说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硬闭他们的 已经离开了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 神只问我一件事情 神跟我讲说 孩子 你长期以来 在你生命中的自卑跟恐惧里面 你只是十个探子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是两个探子 可是我的里面呢 却是十个探子的心 我不敢信任神 我充满了很多的恐惧跟害怕 我允许我自己骗我自己 不允许上帝在我生命中工作 我用很多的方式抵挡神 甚至呢 每次我都觉得 我很自然的 我就会扭曲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然后背逆神 突然这些东西 一下子全都浮出来了 我就求神社名 我 我说神啊 我真的不认识我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是谁 我不知道我这么抵挡你 我不知道我这么抵挡牧师师母 还有我们的同工 每次大家给我机会的时候 我都觉得大家是要看着我出丑 或者是呢 大家就是让我一个人在那里 原来我里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 自卑跟恐惧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我看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伪人 我自己是诈猛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后来神跟我说 孩子 我们足能得胜 我们就是 神跟我在一起 祂跟我讲说 孩子我们足能得胜 所以就从 我觉得神就帮助我 从十个探子 进到两个探子 我觉得感谢三位神 好 来 苏贞 我要分享的是 我是那个最不可能听见神的声音 然后最不可能看见画面的人 因为我的法律人训练 大概三十几年 所以我们来说好了 左脑训练得很好 左脑训练得很好 右脑好像停止 停止作用了 就是我觉得我是不可能 但是来到 来到约翼之后 我感觉好像右脑复活了 这样子 就开始慢慢的 慢慢的被 好像被教导说 可以 它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觉得慢慢的 右脑好像开始 那个哭 好像那个哭树枝 开始发芽出来这样 开始复活了这样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在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看见神的恢复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是不可能看见听见的 然后后来在 就是教会有很多的操练的 就是装备课程 就是先知性的课程 然后我才开始发现 我可以看见 然后我可以听见 然后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需要面对的很大的 那个挣扎是 我很害怕犯错 然后我很害怕 我领受 就是恐惧 那就是恐惧 就是不敢表达 不敢分享这样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整个文化 就是我们的氛围里面 就是被接纳的 你可以乱 不是说乱说 就是说错没有关系这样 所以不断的 不断的尝试之后 我觉得 我越来越 就越能够掌握 所以那个恐惧慢慢的就比较少 不是说没有到现在能量会有恐惧说错 或是领受不到 看不到 不知道怎么表达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都是在一个被信任的氛围里面 被保护被遮盖的氛围里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有教会遮盖 然后帮助我们操练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突破 突破很多 很多仇底放在我们里面的谎言 或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生命设的限制 那另外就是 就是开始参加成都 我觉得我们 我们也有一个 有一个 很棒的产业 就是方言 牧师都带着我们方言祷告 一直方言 一直方言 然后在这个过程 我经历什么 我经历到 神好像透过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里面 开始给我一些 一些感受性的东西 一开始 神让我感受到 我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的里面的东西 就是好像 就是他在读我这样 圣灵就读我 让我里面的东西 可以被显出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清理我的生命 那有时候就会 我就在方言祷告里面 就会感受到 神的心意 神要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 方言祷告 好像让我的心柔软了 好像帮助我从脑到心 这是一条 很不容易的路 但是在圣灵里面 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感觉就在 这样的一个 就在这个教会的 这样的水流跟产业里面 我那个里面 我感觉那个先知性 就是先知性慢慢的被打开 然后慢慢的 好像越来越清楚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神要做的就是 就是他就一定会做成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来信任 教会的带领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美好的产业 那我开始认识自己 认识神 然后我也开始 能够来服侍 帮助我的生命 是可以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成长 而且不断的 可以成熟 长大这样 好 丁公子妹 你在约二 你的先知性 一定会被开启 我们接下来会开很多 先知性的课程 所以 丁公子妹 你一定要跟着上 跟着来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帮助你开启神 放在你里面 你天生就听得见神的声音 然后帮助你学习 然后帮助你操练 能够成熟 那目的是什么 帮我放到我的BBD的里面 目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要来使 耶稣说我们 他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里 我的圣经到哪里 好 没关系 那我们为什么教会也做一致四放 为什么我的证经不见 那个 就刚刚的约翰福音 第十章一到十一节 那里面的就可以了 大概第十节 盗贼来 无非偷窃杀害毁坏 耶稣说 耶稣说我来 要叫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了 可是我们生命里面 还是没有办法丰盛 因为被盗贼偷窃了 所以我们也发展 一致四放 要夺回你所失去的丰盛 把一些盗贼在你里面破坏的东西 把它弄出去 所以我们 主管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约翰的我们发展的 一致的事工 好 很感谢神 因为约翰所发展的一致事工 我的生命就得恢复了 因为原本呢 我是呢 父母亲呢 还没有结婚之前 就怀孕生下的孩子 那他们在这个婚姻当中就被定罪 定罪就带来我生命里面的恐高跟羞愧 所以在五岁的时候 我五岁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好 那你们看到这个图片 这是我的照片 这是我唯一成长的两张照片 这是国小一年级的我 那我不自觉就会皱眉 那我的爸爸很黑嘛 然后他又那时候很穷 所以我的外婆都说 我就是黑的孩子 就是黑人的小孩 然后他就会说 这种种不要留下来 给他们就好了 那然而呢 我另外一个阿嬷呢 祖母呢 他就把因为耶稣的爱 就把我收留下来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从五岁 我进到教会里面认识耶稣 所以父母离弃的 耶和华就收留 所以原本呢 在这个景况底下 我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 那为了生存而生存 所以我有一套人生哲学 就是反正我不要吵 我只要把事情做好 我只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就好 所以当我进到约尔之后呢 跟随着牧师师母服侍 师母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生命的牢容 有一次他就说了一句话来激我 他就说 俗华 你是一个死人啊 其实说得很好 我那句话我醒过来 因为死人就是什么 死人就是没有感觉 死人就是你们怎么对我 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你们只要不要一气我就好了 那我这样的景况 虽然我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 那其实我很努力从早到晚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的结局就是教会关门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努力表现的结局 仍然无路可走 所以直到2009年 牧师师母就把我跟我的先生带回到约尔 重新来养育我们 然后带着我们走一条儿子回家的路 也开启了一段医治的旅程 那牧师师母在生活上 生活上是我们就领受了医治 怎么说呢 他们很照顾我们家 然后也教我们怎么样养育孩子 然后教我们怎么样过淳朴的生活 而且还帮助我们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房子 这是我们都想不到的 那在服饰上呢 跟着牧师师母跟童工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他们跟进跟出 然后学习怎么爱弟兄姐妹 怎么样服饰大家 然后怎么样在教会的整个系统当中 那时候很好玩 我们装备课是很认真的 每一个人都不敢迟到 因为你迟到你就会影响其他的人 我就要跑楼梯上下 可是师母还是会预备东西给我们大家吃 所以是一个很温暖的感受 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 我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 渐渐的也被医治 特别我们有五点半的早祷 然后有晚祷 然后有晴雨炉的敬拜 有21天40天跟100天的祷告 还有方言祷告还有敬拜 在这个过程 牧师师母就带着我们怎么样来遇见神 听神的声音 寻求神的心意 然后读神的话 那在这个过程呢 我就因为听神的声音 就打破了我心中 对于很多未知会发生什么事的恐惧 那所以呢 在悦尔的侍奉里面 我的心也被医治 那特别有一个侍奉 就叫做医治释放的侍奉 这个师母就教我们怎么做医治 师母的医治是非常的活泼 而且有创意 是一个跟着圣灵走的医治 而且他会开课 然后示范 然后教我们 然后带着我们去医治短学 所以跟着师母做医治很有趣 会发现有很多的方法 然后看到每个人很多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都很认真 我就抄着笔记 然后观察每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然后呢 还会看看师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那我也会学习核对 不同的事件会带给当事人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在听别人分享的时候 其实对方的过程 也会吸出你自己的共鸣 那这也帮助我自己走进我的心 开始了解我的感受 然后对于别人也能够感同身受 这种情绪的释放的加征呢 就会让我到神面前的敬拜 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对话 还有一些看见 所以医治释放呢 对我来讲 我感受到它就是一个医治受伤的记忆 如果我们受伤的记忆没有被医治 我们就会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带来一个恶性的循环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换了一个地方 可是其实呢 那个感觉还在 那个情境好像还会重来一次 似曾相似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因为伤口还是会引到 引来一些细菌啊 苍蝇的入情 然后产生我里面 还是同样的解读的方式 像我小学一年级呢 被打了一巴掌 然后老师说 老师说你怎么那么笨啊 所以你怎么那么笨 就影响到我长大 我都要比别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 我才放心 我才 我才 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笨的人 我要多一点努力 这样子才可以掩饰我里面 因为很笨的这种羞耻感 然后证明说 其实我还是不错的 有价值的 可是我里面又会有一种什么 焦虑感 因为那种焦虑是你这一次好了 那下一次呢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折磨我自己 所以原来我才发现说 在这个医治过程才发现 原来我长大后的大鼠腕 常常在折磨 要求 控告我里面的小鼠腕 那直到呢 神呢 带着我去接纳跟拥抱 我里面这个小鼠腕 接纳真正的我自己 所以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呢 其实医治很宽广 它好像在剥洋葱一样 我这个人从没有感觉 到有感觉恢复了 然后呢 和人的关系也有 也有开始有感觉 可是我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我自己可以看到 我的生命的状况跟问题 我可以开始起来 不要再自怜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自怜的人 我开始学习起来 要为自己负责任 然后不要怪罪别人 然后我也很享受在 陪伴别人呢 在这个医治过程 陪伴别人多走一里路 让人的生命去感受到 他是被爱的 他是被了解的 他是可以 神可以拯救他 而且可以呢 为他关上仇敌的门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 只要心呢 向神打开了 神都可以对我们说话 在我们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在医治里面 领受了约尔的这一份美好的产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先知性 跟医事是连结 你没有先知性 你无法做一致释放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神给约尔的产业 俗瓦牧师在这里 你认识他人 就看见他不断的健康 其实神非常爱约尔 我觉得不是我们有什么 是神命定 我们就是一个无从直视的教会 要来祝福成事 那李学聪牧师 因为我们的周年庆 是一整个月 那李学聪牧师 特别在我们最后一个礼拜 他为我们讲了一段的预言 祝福约尔 短短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 神给约尔的命定 等一下我们就来祷告 来看李学聪牧师的这一篇 这个短短的预言 约尔生日快乐 家们 当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第一个 我感觉到神在教会里面 接下来要做一件新事 当我为教会祷告 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觉得必是大词这个字 那我感觉到这个必是大词 在里面讲到 他就是有怜悯 他要成为怜悯之家 要成为恩典之家 我感觉到神在接下来带领着教会 我觉得进入到一个医治的里面 那个医治是从怜悯而来 以至于我看到开始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要发生在教会的里面 教会不但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当中 这个新的高谋的里面 我感觉到这个医治 这样的一个怜悯跟恩典 也要生发在同工群的里面 那特别我鼓励每一个 每一个家人 我觉得你开始要跳进去 在接下来的一年 神会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在每一个家人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开始会带下一个医治 以至于进入到自由 第二个我就看见神把教会带出去了 我看到牧师跟师母 其实带着不同的团队 好像像宣教团队开始带出去了 我看见有向着儿童发生的 有向着青年人发生的 有向着妇女发生的 甚至开始我看见教会 有弟兄的一个主体 我觉得开始起来 我看到好像教会开始成为一个 每一个环节开始扣在 甚至每一个部门开始扣在一起 甚至开始跨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得地为业的开始 神要祝福教会 那我感觉到 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 更多的花时间一起敬拜 甚至在敬拜的里面 我感觉到神就如同以西节 在殿中所看见的 那个水流会高涨再高涨 我觉得甚至我看到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领受到启示 祷告你开始宣告的时候 我看到整个属灵的氛围开始不一样 所以主神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约尔 主要祝福你的殿 祝福你的教会 主我祷告领受你极大的心意 主我祷告你转换 甚至我看见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下垂的时候 发酸的腿要再一次活过来 我祷告神 那圣灵的大风现在开始吹起 要释放这个极深的自由 临到神的家中 我祝我的神谢谢你 我也感觉到 我觉得神在接下来的一年 我觉得我看到神把教会带出去 甚至我看见了在职场里面的 我觉得当你听见的 我觉得在职场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也要鼓励你预备好 这是神要拆派你到你的工作里面 开始独行其事的日子 我觉得当你跨出去的时候 你将会看见神怎么样使用你 不在乎你的职位 只在乎你自己是不是认识 你就是神所呼召的那一位天国大士 我祝我的神谢谢你 主啊奉主的名来祝福教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啊 主啊同台约会的日子 也是一个主啊 当每一个人跨出去的时候 将看见是把河捆带回来的日子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鼓励 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家人 这是你新起的日子 特别在一个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 新的环境的里面 到新堂的里面 我觉得这是神要做新事的时刻 是新酒新油浇灌的日子 主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主啊教会 主啊在这 主啊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展 主啊接下来的一年 我要奉主的名宣告 主这个新事发生 宣告如同以赛亚书四章所说的 看啊你要为约尔做一件新事 行一件新事 主谢谢你 主孩子向你祷告 你的荣耀要充满在你的殿中 主谢谢你 主我祷告不但 主要将人的心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添 主奉主的名我也祷告 释放这合一的心意 临到你的教会 主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同位置站立起来 你要聆听神的声音 而且你一定听得见 神要带领你的人生是 得得更丰盛的人生 你跟你旁边说 我的丰盛人生才要开始 我的丰盛人生才要开始 让我们听神的声音 说我要来祷告 我要祷告 弟兄姐妹你握着你 你按着你的心 我为你祷告 让你的心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 主我们每一个羊都能够听见主的声音 主我还是祷告 还是祷告 弟兄姐妹你跟我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求你向我的心说话 求你向我的心说话 你有一点安静 你来问神 今天听了这么多 你说 我的牧人耶稣 你来向我心说话 你来向我的心说话 所以在你的心有浮出一个意念 在你的心有浮出一些感觉 甚至一些兴奋 开始有一个盼望进到你的里面 过去的死因幽谷好像不见 有一个盼望在你的里面 你要回应你的神 回应你的牧人说 牧人耶稣我要跟着你 你走在我的前面 我要跟着你 我要听你的声音 我要听你的声音 我不要自己乱跑 我也不要听撒旦的声音 我也单单要听你的声音 你要使我活得更丰盛 你要医治我的疾病 你要处理我各样困乱的问题 你要带我走出这个狭窄之地 耶稣谢谢你 我要听你的声音 结束还是奉你的名 祝福我的弟兄姊妹 今天开始 不再被仇敌欺骗 我们不再只听世界的声音 不再只听自己的声音 听仇敌的声音 主啊我们要听主的声音 父啊你这个时候 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这位大牧人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恩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主啊今天开始 我们都听见你的声音 每一次我们被先知预言 是印证神灵 对我们所说的话 打破灵媒的瑕疵 打破偶像的瑕疵 这些的谎言都要挪走 释放神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要成为主的军队 都要起来被主大大的兴望 主我们谢谢你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